旅宿业上级产业概况与2022年展望 旅宿业是旅馆民宿的合称 以下从产能过去产量及未来展望来分析台湾之旅宿业 台湾旅宿业者加速与提供之房间数 首先我们进入交通部观光局 旗下之台湾旅宿网 这是一个可以查到台湾所有合法登记旅宿的网站 若在这个网站中我们不设条件 直接按下查询键 共可查得13676家合法登记之旅宿资料 这是台湾所有旅宿业者之营业登记资料 利用网站所提供之汇出功能 我们可将所有资料下载分析 打开档案来看 里面有所有旅宿 业者之名称 登记证号 类别 核准 核准营业日期 房间数等栏位 我们来分析资料吧 首先利用类别栏位 我们可将 截至2022年3月26日之13676家 旅宿业者进行分类 里头包括了3380家旅馆 与10296家民宿 旅馆部分其中118家为观光旅馆 其余3262家为一般旅馆 观光旅馆又可分国际观光旅馆 有75家 与一般观光旅馆有43家 从家数来看 民宿虽是旅馆三倍 但若有所提供的房间数来看 旅馆的房间数为民宿之四倍以上 整体来看 目前台湾所有旅宿 业者共提供了23.8万间房 其中观光旅馆部分 主管机关为交通部观光局 为特许经营行业 除了事前需有筹设计划书外 交通部观光局也会每月公布其 住房率、营收、员工人数等资料 而一般旅馆与民宿 主管机关则为各县市政府 属于报备经营性值 从这13676家之分布县市来看 国际观光旅馆与一般观光旅馆 多集中在台北市 至于一般旅馆前七名 除了台北的后花园、宜兰外 也多设在六都 民宿最多的县市则为 宜花东、宇、澎湖、屏东等旅游区 不过,若从房间数来看 旅馆在这些旅游区提供的房间数 并不输给民宿 两者比率55比45为竞争关系 接着,我们透过核准登记日期 来看看这13676家业者成立时间 可发现目前现存的旅游业者 绝大多数是在2003年后设立的 2002年以前设立的仅137家 为什么呢? 台湾早在1977年就颁布 观光旅馆业管理规则 但辞至2001年底才颁布民宿管理办法 旅馆业管理规则更是2002年底才颁布 造成2003年开始有大量合法的旅游业者申请登记 2004年更是达到高峰 若从提供的房间数来看 2015至2017年则是另一个高峰 这正是2008年开放陆克来台后 陆克人数达巅峰之时期 另一方面我们可观察到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能有为数不少的旅宿落成新开幕 除了新开旅宿需要一定筹备期间 而这些早已筹备外 也显示业者能看好未来旅游 与商务住宿市场 从房间数150方以上的旅宿来看 不乏大集团新开的饭店 包括 一连集团旗下之高雄万豪酒店 三井集团旗下之三井花园饭店等 产能是业者对未来市场预期 也是旅宿业景气的领先指标 从产能来看 旅宿业营运虽深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业者对未来预期能是偏乐观的 可说寒冬已过 春宴将至 但能要提醒饭店业竞争激烈 一窝风投入造成产能过剩情况下 最后可能演变成 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 下集影片我们继续分析这些 屡宿业者之住房率与营收概括